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品当中的聚根之力 就是聚主这个根的道理 这个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B聚和会聚 科班上是B聚和会聚 什么叫做B聚呢 它这里的B聚的意思 如果22根当中的任何一个根聚主的时候 那么其他多少个根必定会是聚主的 它这里B聚 也就是不管在三界当中的哪一界 凡是一个根聚主的时候 那么其他最基本的 或者是最起码也是三个 或者是两个以上的根 一定会是聚主的 这叫做是B聚 然后所谓的会聚 会聚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更多的话 要多少个根会聚主的 会这样的出现 它这里会 以帮我们简单的一些课语 最少就是22根当中 最少有多少个根会一起聚主的 那么最多的话 就是有多少个根会聚主在一起 比如说最多的时候 就是有22根当中 19个根会聚主在一起 那么最少的时候 也就是说22根当中 就是8个根聚主在一起 所以说它是会聚和B聚之间的概念 就是应该这样的 我相信是这次我们聚实论 如果详细看的话 再加上是它的字识 就是好好的翻阅的话 一般来说 这个聚主论的基本的一些道理 就是松词的这个基本的含义 可能你们就是会动到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将义的话 就是恐怕自己看的话 有一点点困难 因为知识 我们前面也讲了 有些地方是比较难懂的 所以我们下面讲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讲的那个B聚 聚主名以名集一个 其中只以B聚三 他这里一般来讲 舍根和树根 名根 就是舍树根 舍树根和名根 就是一根 这三个根 如果其中具足一个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三个根 一定会是具足的 比如说一个众生他具足名根 但具足名根 不具足一根和树根的这种众生 根本是没有的 然后一个众生他具足一根 但是不具足名根和树根 这样的众生 也是根本没有的 然后有同样的道理 一个众生具足是树根 就是树根 就是树根 昨天我们所讲的平等的 不是乐的 不是痛苦的 这样的平等的这种感受的时候 但他不具足名根 不具足名根和义根 这样的现象 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其中的那个 就是具足 就是具色所名誉 一根其中 之以必具具三 然后下面说 具足生根 必具色 就是说那个 就是前面这个三个根具足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 就是乐生根吧 也就是说这个具足 这个生乐根 具足的时候呢 就是必须具足这个色根 就是其他都是这样 下面就是教育里面 有这个消息宣说的 具眼等根 就是必具五根 就是必具五根 然后具一乐根呢 就是也必定会是具足五根 然后这个具枯数根呢 就是必须具足七根 具女根等也必须具足八根 一具之根 就是一之根吧 就是一具之根的话呢 必须具足十一根 具有位置当之根的话呢 就是它必定会是具足十三根 就是在颂词当中呢 就是这样讲的 下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它刚才这个概念 就是第一个概念知道的话呢 就是就其他都比较清楚 就是比如说它这里 这个只要是一个根具足的话呢 那么其他的这个根呢 就是一定会是具足的 就是这个方面来推的话 其他都比较好懂 具足任何根是必须具足有多少根呢 就是首先将这个具足 社数根 民根 义根 任何一则 必顿是具足这个三根 就是必顿是具足三根 因为这三根是不可分割 大家都知道那个 只要是一个众生 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就是第四三以上的话呢 就是他们就是个有根树 但是这种根树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色素根 就是色根 是什么色素根 就是它的这种色素根 然后呢就是这个无色解的众生呢 就是民根还是具足的 民根具足 一根具足的 所以它其中呢 就是只要是一根具足的话呢 就是那么其他的这个根呢 就是不可能是不具足 也就是说是一具足其中的一根的时候 就是其他两根呢 一定是具足的 因此只要具足一根呢 就是这个三根一定具足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比如说有些众生呢 像那个灭金钉吧 就是灭金钉的话呢 就是它的这个树和心 就是灭完了以后 就是才叫做这个灭金钉 那么这个灭金钉的众生呢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心色和树没有灭的话呢 不叫这个灭金钉 就是它的这个树和这个仪式呢 就是一定要这个灭 那么这个树和仪式已经这个灭完了的话呢 就是它是不是具足这个三根呢 就是具足这三根 那么这里呢 就是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有可能不同的这个 这个宗派的这个观点来这个回答 比如说像那个尤世宗 尤世宗的这个观点的话呢 就是他们对这个灭金钉的时候呢 他们认为这个灭金钉的时候呢 就是心就是已经没有了 就是心这个 因为他们所谓的灭金钉呢 一定是心和甘树呢 就是全部会灭金的 但是呢 这个心和树全部已经灭金的话呢 那么这个灭金钉的时候呢 就是是不是这三根根不具足 或者是这个 就是如果三根根不具足的话呢 就是命不具足吗 就是那么这个为什么是 就是不可分割 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么这个时候 尤世宗他们自己这个这样回答的 他们说是在灭金钉的时候呢 就是真正的心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就是心一根不存在 树根也不存在 刚才这个摄树根也不存在 那么摄树根和一根的这个得损 就是一根和树根的这种得 就是存在 就是所以呢 就是没有这个过失 就是他们尤世宗是这样这个人为的 灭金钉的时候呢 虽然没有这个心 但是呢 还是有这个 这个和这个色根的这种得损 就是因为他们尤世宗呢 就是承认是 还是有这样的一种 不是他自己的本体 就是真正的一种得法 就是他是承认是 有这种这个承认的 这种这个说法呢 实际上是也是不成立的 因为他自己所得的 法的本体是不存在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得也是 只不过是一种分别价廉而已 真正的这个教练面前呢 他是这个 没有什么这个依靠的依据 这是一个 然后那个 随教进步吧 就是随教进步呢 他们认为就是在这个灭金钉的时候呢 虽然就是没有真正的这个信 就是意识呢就是没有的 但是呢 就是有意识的种子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灭金钉的时候 当然这个信肯定要灭 然后这个感受肯定要灭 就是一定要灭 但是呢 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他的这个种子 但实际上这种说法也是不可靠的 为什么说不可靠呢 因为你们所谓的这个种子呢 就是到底是不是信的本性 如果说是信的本性的话呢 那么这个 就不要说是什么种子 凡是灭金钉的时候呢 这个信还是依然存在 就是这样这样说的话呢 就是没有什么过失 如果你说是你的这种种子呢 就是不是这个信的本性 就是是一种无情法 如果是一种无情法的话呢 那么就像是这个外道所说的那样 就是灭金钉 这个最后这个触定的时候呢 应该是从无情法当中 参生那个信事 就是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不是这个孙子外道所承认的观点 很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他们也是说是我们的这个信呢 就是是依靠地水火风的无情法而参生的 那么这种这个观点 很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呢就是随着进步中的观点呢 就是也在这个面前 就这种这个理论面前呢 也不是很可靠的 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这个 随力 就是什么这个随力进步和这个 维时中意义上的这个观点 那么随力 这个随力这个进步是怎么这个说的呢 他们说那个 这个时候呢 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信 但是呢 他说的是这个时候是并不是这个信 就是全部都没有了 就是这个时候呢 细微的信应该这个存在的 就这一点承认的话呢 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 弥勒这个无论当中呢 就是处处都是也可以有这方面的这个矫正 然后这个其他的中观当中呢 就是说也可以这样这个说吧 就是因为这个灭尽定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信全部都已经灭完了 真正已经变成师徒一样的话呢 那么最后这个他在出顶的时候呢 应该刚才那个像随教进步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从无情当中就是要出来 就是这样的话 这是谁也就是没有这个考证 因此蒙方仁波切在中共中央论当中 也是这方面就是还是有这个 相当就是有依据的一种这个线索 就是所以呢 这个他们随力为随力这个进步中所讲的这种道理呢 就是应该是合理的 就是在那个什么 就是灭尽定的时候呢 就是新出大的这个信呢 就是没有了 那么为什么说是这里面说是要灭尽吧 就是灭尽形式和灭尽这个感受 为什么说是这个还有细微的东西存在呢 那么这里他们的他们就是对这个问题呢 就是做这样的这个介绍 他们说这个经典里面说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灭尽一切形式和灭尽一切感受呢 这的他的这个意思呢 也就是说是出大和就是出大大的部分 已经灭尽的这个原因就是 因此呢就是如果大的没有呢 就是也可以用细微呢 就是无有有复顶词呢 就是可以就是可以代替的 就是这是能够他们随叫这个 随理这个进步宗吧 就是随理进步宗呢 就是有这种的观点来就是宣说的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卫士宗吧 就是卫士宗的时候呢 他们认为这个灭尽定的时候呢 就是应该这个出大的信是没有的 但是在阿兰耶上面就是有细微的这个宗子呢 就是以这个阿兰耶是这个无而无别的方式来 这个应该是存在 实际上呢就是这个隐没的 就是也可以说是隐藏的方式存在 因此也没有这种过失 当然这种说起来的话呢 就是也是比较这个合理的 总而言之呢 他这里这个 我们这个有时候这个灭尽定的时候呢 就是当然是这个出大的这个信呢 就是是没有的 但是呢实际上是他的这个义根和色素根和 还有这个明根 不具足这个 不具足这种这个 这三根的这个过失呢 就是是没有的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也应该可以承认的 可以在这里呢 大家也应该就是这些道理 就是稍微了解一下 可以 下面是这样讲的 如果具足乐素根 就是刚才那个 在必定会是具足色根 就是比如说那个乐素根 身体的这个乐素根 一般来说是我们这个欲解的众生 只要这个乐素根这个具足的时候呢 那么其他的这个色根和明根和 还有这个义根呢 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具足的 因此只要这个具足的乐素根 它是这个唯一的条件 在它的基础上的话呢 其他这个三根呢 就是肯定是这个具足的 也就是说这个明根和义根 这个色素根的这个基础上呢 就是加上它本身就是乐素根 就是具足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出来 就是它肯定是有了这个生命以后 就是有乐素 然后它的这个义根肯定要这个具足的 一根不具足的话呢 就是也不可能的 然后它的这个色根 色素根的话呢 昨天我前面说的是那个色素根 这个它这里呢就是具足就可以 就是不一定要马上这个明显 就是所以是只要这个有乐素根具足的话呢 就是那么它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具足这种 这个或者是隐藏的方式啊 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来 就是一定是这个具足这个色根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色素根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它是三界当中的 任何这个信呢就是可以这个相应的 这个呢倒是我们讲那个第五品的时候吧 就是第五品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这个三界当中的一些睡眠烦恼呢 就是在这个跟哪些这个甘树这个相应 就是甘树相应的时候呢 它这个色根的话呢 就是比较这个特殊就是 它呢就是跟这个任何这个信和信索呢 就是都可以这个相应就是 有时候我们呢 我们也可以这个看得出来吧 就是它没有什么这个快乐 也没有什么痛苦 但是呢就是有一种这个色素的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色素的感觉呢 就是任何一个众生 我们现在人们所称为的这种这个植物人啊 就是这些的话呢 实际上是他还是这个明显的 这种痛苦和乐的这种感受都是没有的 但是他还是从这个居舍的角度来 这个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是由他有一种这个色素啊 就是因此我们有时候呢 就是人这个在不乐不哭的这种感觉 也实际上是这个色根呢 不管是明显不明显 还是一定是这个具足的 只要这个有乐素根的话呢 这个人一定是这个具足有这个色根 就是这个色素根呢一定具足的 但是有色素根呢 不一定是乐素也不一定具足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乐素呢 也不一定具足就是 所以说他的这个基本的法呢 就是如果有乐素根的话呢 这个众生就是肯定就是 其他这个三个感受是一定是这个具足的 所以从这个推理的方法呢 有一点点这个差别就是 他这里用从我们移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有这个色素根呢 就是不一定是乐素根 身体的这个乐素根 以翻过来讲的话呢 他一定是具足这个明根 也一定是具足这个义根和生根 就是什么这个义根和那个 什么就是刚才就是讲的那个色根吧 就是色根就是一定是具足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其他下面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都是有这种这个比较这个意思性可以类推吧 然后下面说具足生根也必定是具足四根 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刚才那个具足四根的话呢 就是也必定是就是具足这个生根吧 就是具足生根的话呢 也必定是具足四根 在明根和就是前面所讲的 不可分割的三根的基础上 然后他这个生根本身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生根一定具足的 只要有生根没有这个树根的 这种显现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没有这个 比如说有色根的就是没有生根的 这种是有的 像无色基啊 就第四参的 第四参和这个尤其是这个无色基吧 无色基的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根本没有这个真正的身体 就是所以就是翻过来讲的话呢 就不一定是具足这个身体 但是身体具足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其他的三根根呢 就是一定是这个具足的 这个意思 就因为他是必具吧 然后下面呢 就是将这个具足眼 以及这个灯子所包括的 而彼此根任何一则具足 则必定是具足这个五根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没有这个全部讲 就是比如说有严根这个具足的话呢 那么这个除了这个严根 这个意外的四根 就是前面的这个 因为严根具足的时候 你身根不具足的话呢 眼睛不可能是这个掉在那个地上 就是然后这个像无色基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这个身体 就是所以呢 就是这个无色基的这个 这个色基 无色基当中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五根都是根本这个不具足的 就是就是五根这个不具足的 然后那个像我们这个刚刚这个乌胎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母胎当中的时候 实际上还那个严根没有形成的时候呢 就这时候深根虽然具足 但是这个严根这些呢 就是还不具足的 因此只要用严根的话呢 就是他肯定在深根的这个技术上具足的 然后呢就是在严根和刚才那个 其他这个深根和就是前面不可分割的 三个根的这个技术上的话呢 就五根这个具足了 那么你的二根也是同样的 但是严根具足的话呢 不一定二根和其他根全部具足的 就是有些是有严根 但是二根不具足的 有些是有二根 但这个必根不具足的 这种显现比较多的 因此他在必具当中的话呢 就是五根当中 其中一个根具足的话呢 那么深根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根呢 一定是具足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必定具足 就是也就是说 在这个深根 以及这个明根等三根的 三根次四根的基础上 就是加上他自己这个严根 或者必根二根等等 就是他自己这个本身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具足五根了 就是具足五根 然后具足一勒数根呢 也必定是具足五根 就是一般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那个 就是阿山一下 如果一勒数根这个具足的话 我们这个愚界的众生 也是是这个有的 然后呢 就是前面这个 在三根这个基础上 就是具足一勒数根 所以像那个 对无色界这些呢 就是一勒数根也是没有的 第四章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色根 就是具足神酷根 就毕竟具足是这个七根 就是如果这个身体酷根具足的话呢 就是他一定是具足这个七根 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呢 除去一勒数酷根的四 数根这个具足 就是那么这种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因为这个酷根具足吧 酷根具足的话呢 就是以这个 以酷数根呢 就是不一定是具足的 那么这个 以酷数根以外的这个 其他这个根呢 就是具足的 在四根的基础上呢 就是深根和谜根 一根 就是这样具足的话呢 那么这个 就是七根就是已经具足 就是七根一定是具足的意思 然后具足男根 或者是女根的话呢 就是在必定是具足这个八根 就是具足八根 也就是说 在具有这个酷数根的基础上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 等子的意思呢 就是说具足心当无根 也可以必定具足八根 就是心当无根的话呢 就是然后谜根和谜根 射根就是也可以这个具足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也是跟这个前面就是一样的 如果具足一只根的修道者 就是如果具足一只根的修道的话呢 那必定是具足十一根 也就是说具足一只根本身呢 然后这个圣乐数根 义乐数根 色数根和名根 义根 心当无根 就是心当就是作为一个 就是修道者 就是修道者的话呢 就是他具足这个出世间的 然后这个心当无根呢 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一定是具足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上面的乐数根和义乐数根 还有这个手根和门根 一根就是等等 就是这些都全部具足 即出开呢 刚刚所说的一只根 以外的十一根 加上具足一只根本身 就是十一根 就是对同样的具有具足根 具足根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阿罗汉吧 就是他必定是具足十一根 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个一只根以外的 其他的这个十根呢 就是加上他自己本身 就这样的话是一根 具有为之当之根 在必定是具足十三根 为什么呢 或者是讲路德罗伯 他这里的这个解释方法的话呢 他说这个一根和这个 然后这个心当无根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 就是有协道者的话呢 就是心当无根呢 就是以无路的方式来 就是肯定这个具足的 然后这个义乐数根和心乐数根 还有这个舍根 就是这个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心当无根这个具足的话呢 在他的这个群体当中 肯定是具足这些的 那么在这个具足上呢 就是明根和圣根 还有这个圣枯树根 以及这个为之当之根本层 就是具足就是这些根 这一项的话呢 就是他只要这个一个根具足的话呢 那么其他就是多少个根 必定是具足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这个案例的 然后下面呢 就是讲这个会具 会具足多少多少根 就是意思 无三之中具最少 就是在这个 无三当中呢 就是在无三是这里 这个比如说 断了这个相续的这个三根 就是这样的这个众生当中呢 就是最少也是具有 属民以八根 就是八根这个具足的 然后这个无色凡夫也如是 无色凡夫的话呢 实际上是也最少也是 可以具足这个八根 就是八根 舍属民以诸三根 下面就是讲这个 最少会有具足多少根呢 断绝三根则 唯一欲解的这个身体 在他们的诸如 民中具最少根也会 会具足 就是他这里是不是必定具足 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然就是昨天我们这个讲的时候 就是如果 就是他是那个次第 次第二世的话呢 就是在四根具足 这样讲的 所以呢 就是临死的时候呢 就是有些这个 自具足这个四根的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但是他这里呢 就是最少也是会具足 就是这样的 就是会具足呢 就是他有一种就是不同的这个意思 在他们的诸如 林中具有最少的这个 最少者呢 就是也会有这个八根 就是八根 怎么回事会具足八根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身根和 然后这个无数用根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什么那个 甘树当就是无种数用根 还有这个明根和义根呢 就是可以这个具足的 就是最少也是会这样的 这个具足的 就是他并不是必定具足的 就是 就是他是那个次第 次第二世的这个角度 临终的时候 以次第二世的角度来讲 就是应该可以这样具足的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 专生无数界的凡夫者 也同样会具足八根 也就是说这个 色素根和义根和 然后这个性当无根 性当无根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 自相续的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相续的这个三根呢 就是没有被这个邪剑摧毁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这个具足 因为这个上界的话呢 就是他不具足 就是他这个 就是上界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邪剑 就是我们这个欲界呢 就是有这个邪剑 所以呢 就是上界呢 就是最少也是可以会具足 就是这把根 然后下面讲 那个具最多根呢 就是十九根 就是不舍一切无路根 他这里说 22根当中最多呢 就是也可以具足 就是十九根 就是十九根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不舍一切无路根 就是无路根呢 就是不是有这个 三个无路根吧 就是三个无路根 不具足的 欲界的一个众生的话呢 就是一般这个 最多的时候也可以具足 除了这个三个无路根以外 就是十九根 就是可以具足的 然后具谈的 有些圣者的话呢 就是不舍一线的这个 不是这个一心和 还有这个无路根 也就是说是 他已经具足十九根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个下面颂词里面 就是讲的比较清楚 最多会具多少根呢 最多会具足十九根 那么不包括哪些根呢 不包括三无路根 就是比如说 世间的我们这个 一般的一种反复 他这里已经说了 怎么样的菩提加勒 才是具足十九根呢 在欲界当中的良心者 然后就没有这个 断绝三根的 诸根齐全的 这样的一个菩提加勒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 他这个位置当着根和 依置根和 这个具足根 就是这三个根呢 就是对他来说是不具足的 那么其他的这个十九个根呢 就是应该可以这个具足的 就是这个最多的话呢 就是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十九个根呢 就是也可以具足的 还有一个 而且具贪圣者也具有十九根 就是具有这个贪心的 就是具有这个贪心 也就是说具贪圣者的话呢 就是他就是没有离开 就是自相续当中的 这个贪欲的这样的 这个具贪圣者 那么这样的这个具贪圣者的话呢 他的相续当中 也可以具足十九根 那么他们所具有的 不包括哪些根呢 不包括这个男根 女根 其中之一 以及呢就是二五个根 他这里比如说是 他是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看 就是功能通能 这是必须要这个欲界众生 就是欲界的这个 欲界的见到者 欲界的见到者的话呢 就是色界和无色界 是一般来说 他没有这个见到者 就是色界和无色界 欲界得到的话呢 必须不是 见到得到的话呢 必须是我们这个欲界当中 就是获得的 那么欲界当中 就是得到的一个 就是得到的一个这个圣者 就是已经这个获得了什么呢 获得了这个 未知当者根 就是未知当者根 然后未知当者根的话呢 就是他的相续当中 这个一只根和举止根 已经没有了 因为他是这个异性的 就是异性的话呢 就是如果他是这个 就是难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 抽开这个女根和 然后呢就是举止根和 那个一只根 就举止根和一只根 这样生下来呢 就是有十九种根 就是所以呢 就是一般来说是 欲界的一个见到者 有欲界的一个见到者的话呢 在他的相续当中 可以具足十九根 这是这个可以十九根 若具足聚贪者修道者 如果他不是利贪者 这个聚贪的修道者 不包括数为二根 就是数为二五个根吧 第一个位置当者根和聚质根 就是他这个不具足的 就是不具足的 他这里这个 这个我们下面就是讲的 哪些是这个聚贪的菩提加勒 哪些是不聚贪的这个菩提加勒 这个呢就应该是 就是下面讲这个菩提加勒平 就是讲 就是有些呢 就是他虽然是这个圣者 但是呢 他还是这个聚贪者 有些呢 就是通过世间道而这个泥坛的 有些呢 就是通过初世间道而泥坛的 所以他那个 有这个二十一种圣者吧 就是二十一种圣者当中呢 就是他就分的比较多的 就是所以他这里是 如果是一个聚贪的这个修道者的话呢 因为他是这个聚贪的修道者吧 聚贪的修道者的话呢 那么他这个其他的一些 就比如说 就前面的一些有路这些根呢 就是全部在他的心上当中 已经这个具足的 然后不具足的根是什么呢 就是阿罗汉所具足的这个 这个具之根呢 就是不具足的 然后见到这个所具足的这个 为之当者根呢 就是不具足的 除了这两个意外的 这个其他的这个 他还是这个 包括是这个一个根性的吧 就是一根的 就是具足这个 这个男跟女根当中 是这个其中一根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也已经具足了 什么呢 就是具足了这个十九种根 就是十九种根 所以最多的话呢 就是二十二根当中呢 就是可以在相续当中 具足十九根 那么最少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会具足这个八根 就是那个根呢 就是最多是比具多少 这个会具多少 最少呢就是会具多少 所以这个道理呢 已经讲了 具实能力今天讲到这里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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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